哈囉,我是PJ大小,我現在在台南 我沒有認知這兩位是誰 台南小生生長不少旅遊景點 十趟旅程、藝術與懷舊近距 PJ附上大衆交通資訊 一起來一趟文青之旅 認識不一樣的新營與柳營吧 早上以新營為主 鐵道文化園區唐福印刷廠 山一宅 下午前往柳營 吳敬華音樂紀念館 劉家鼓措 鐵道文化園區的五分車是特色之一 若不打算搭乘五分車 內部有座小型文物館 展示火車相關文物 兩位外國學生討論的非常熱烈 對了,這裡也有賣騎阿兵喔 唐福位於鐵道文化園區旁 若想參觀博物館 記得留意導覽時間 才能一探印刷廠的神秘面紗 一長牌全都是印刷的模組 非常可觀 館內十分盡興地保存千百余印刷機 我沒有認出這兩位是誰 讓我先熱身一下 欸,這裡 是真的蠻重的 這是油泡的那個 這算省什麼 我現在要做的動作是均勻油膜 然後快速又大 就是一氣泡船 你這樣拿到哪裡吃 你先吃起來就可以了 我算有點衰 你這樣拿到哪裡吃 這就可以讓你們做紀念 好 好,我們去三一宅吧 三一宅由日本土木包商本田三一興建 扣為新營縣府的日式木造觀設 2017年03月成為藝紋空間 是新營的新興景點 製作了歷史建築 環境散發、鄰近典雅的氛圍 除了作為展示空間 讓人品嘗休息片刻外 更有試寫書法的機會 我也來試試 現在是中午快要靠近一點 我們準備要去吃飯了 均食堂、自然有機節慶廚房 以當季蔬果做料理 烹調講究無負擔路線 簡單營養 我們現在要進去 吳敬懷的音樂世界 水蛙來 漂亮傳統的山河院建築 呈現吳敬懷老師的一生 從小時候、青年、海外發展、作曲等 一步步去了解這位台灣民謠大師 大師的經典歌謠 暗淡的月、棺仔嶺之戀 細細倒出台灣民謠的特色 最後一站來到劉家古厝 已有209年歷史 傳統四合院格局 建築深含中國風水的巧思 而古厝外的香腸攤聽說很有名 喜歡吃大腸包小腸的人 不要錯過 還有還有 新營的康樂佩亞意麵 意麵與燒賣都挺好吃 也很推薦各位嘗試 新營留言一日遊介紹完畢 歡迎訂閱按讚和分享 也感謝已經這麼做的友人來鼓 我是PJ大俠 我們下次見 還記得看見 大家下 190潺 才在爛塔 讀點 記得嗎 IN 會 請 是